弟兄姐妹们平安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十月份的线上圣经研读 我们刚刚完成了使徒行传的研读 使徒们带着大能的福音 跟随圣灵前往全世界翻天覆地 圣灵特别以保罗为例子 这位使徒全速向他生命的任务以及目标奔跑 就如他所说的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 不论环境中发生什么样的捆索患难 都不能够摇动他的心智 充分地展现出他心中不振动的国 保罗的这个个性很鲜活地 借着我们的研读活在我们的眼前 如果你跟着我们的圣经研读每一次的学习 并且反复的默想和反思的话 我相信多少你都会得到保罗生命的一些特质和样式 传递在你的里面 这也是圣灵希望要我们得到的 因为这个特质呢 也是耶稣特质的一个部分 接着我们今天就要随着耶稣的另一位门徒 约翰来认识耶稣 约翰福音是很多人读圣经的时候所读的第一部书 为什么呢 因为他浅显易懂 其实他也是最深奥的一部书 约翰的特质反映在他的著作上 我们可以从约翰福音以及约翰福音后书 这个是我给的名字 就是启示录第六部福音书 里面看到约翰的特质 启示录一章一节耶稣基督的启示 这一节经文就充分的显示出启示录的目的是什么 不是告诉我们末后有大灾难 所以我们要很害怕 然后就是期待耶稣赶快把我们带离开这个世界 并不是这样的 启示录的目的是启示耶稣基督 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 所记载的是耶稣基督复活以后 从天上的角度 看到地上以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 也就是从创世纪一章一节开始 起初的创造 在起初创造的这一个创造的阶段 以及目的中最后的结局为何 当我们知道神在起初这个阶段的创造 并不是他创造的全部 而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所以在这个时间段里面 他的创造的结局为何 以及他最终的计划展现出来是什么样子 那么约翰福音呢 他的目的也就是他写作的特质是什么呢 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 我们借着约翰对于耶稣基督的认识 神给他的启示来认识耶稣基督 而整个约翰福音的宗旨 就是在约翰福音的二十章三十一节所说 约翰说他记这些事就是要 一叫我们信耶稣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第二叫我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着生命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约翰的著作当中 也就是他这个人的特质啊 就是认识耶稣基督 而圣灵借着他所写的这两部福音书呢 约翰福音以及启示录 就好像我们先前读的 神借着路加写了两部福音书 一个是路加福音 另外一个是使徒行传 我们也可以叫他为路加福音后书 当我们有一个系统性的眼光 来看神的话语 就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连贯 知道圣灵所留下来的这些书信的内容 是有一定目的的 比较不会把我们自己的意思 读进神的话语当中 而曲解了神话语原来的含义跟他的目的 好所以我们知道认识基督就是约翰的信息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来认识基督呢 认识基督到底有多重要 你想想看我们自己是如何来认识一个人 或者是了解一件事呢 首先我们是不是要有知识 我们可以听人说 听媒体的报道 看一些的资料 来增加我们对某一个人或是某一件事的知识 另外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有亲自的交往 你跟他建立一个关系 在关系里面来定义你的认识 换句话说呢 就是你要有一个真实的经验 比如说我们认识很多的公众人物 因为媒体上对许多的公众人物有些报道 可是我们并不会真正的认识他们 直到我们与他们有一些实在的关系 以及接触 或者是我们看到这个人 他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果子 他做的事是好事还是坏事 他做的这些事情呢 或者是他的言行举止 带来他生命的果子是什么 是一种谦卑谦让 他喜悦帮助人有爱心 或者是这样的人 常常欺骗别人 做一些偷鸡摸狗的事情 夸大不实 生活上面是非常的交涉淫逸 等等 这些的经验跟果子 我们来认识一个人 所以在这里 约翰替耶稣做见证 按着他与耶稣的关系 他亲眼看见 亲耳听到 借着他与耶稣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耶稣向约翰起誓 特别强烈起誓的那一面 来做见证 告诉我们基督是谁 那为什么认识基督是谁 这么重要呢 为什么圣灵认为 我们不只是要知道 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事 而且更要了解他是谁 你可以想一想 首先呢 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 唯有认识基督 我们才能够认识自己 我们到底是谁 你是谁呢 要知道我们是谁 你必须要有一个基准 才能够反照出自己是谁 我们是谁 不是出自于世界的定义 而是来自于神给我们生命的特质 以及任务 这些生命的特质 以及任务 是要在基督里面 才能够反应 反照出来的 在基督的门徒当中 最接近他的三位 就是他带到变相山上的 彼得雅各约翰 其中呢 约翰称他自己为 耶稣所爱的门徒 或是耶稣所爱的那门徒 或者是耶稣所爱的 你想想看 如果别人听到他这样称呼自己 尤其是彼得啊 会不会很想捶他呢 其实彼得和约翰的关系是不错的 虽然耶稣爱世人 爱他一切所创造的 也爱他所有的门徒 但这并不影响 约翰对他自己生命的定义 耶稣所爱的 这就是约翰对他自己的身份认同 以及他的头衔 是他的名字 是他对自己的认知 我是谁呢 我是耶稣所爱的那一位 这个名字呢 在约翰福音当中至少出现六次 第一次呢 是在约翰福音13章 耶稣第一次提到有人要背叛他 这时候门徒们应该都会有些紧张吧 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是背叛耶稣的那一位 13章23节有一位门徒是耶稣所爱的 就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 我们知道当时他们吃饭都是有一些 半握半坐的那样的姿态 他可能就是靠近他 想要知道是谁 所以彼得就问他说是谁 第二次这个名字出现的时候呢 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将他的母亲托付给使徒约翰 我们上次讲过 约翰因为要奉养耶稣的母亲 所以他在以弗所待了很长的时间 一直到耶稣的母亲去世之后 约翰才开始旅行传道 可见得耶稣跟约翰的关系是很亲密的 他将他最亲爱的母亲托付给约翰 而且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因为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在他十字架下面的两个人 一个就是约翰 一个就是耶稣的母亲 再来是耶稣复活之后呢 他的身体已经不在坟墓之内 门徒发现以后 结果耶稣所爱的那门徒 就是第一个跑到坟墓里面去 看耶稣身体的 再来就是耶稣复活之后 第三次的显现 耶稣所爱的那门徒 首先认出是主 所以他对彼得说 是主 彼得就赤着身子 一听是主 就树上一件外衣跳到海里去 觉得很不好意思啊 耶稣去世之后 他们没有去传福音 反而觉得非常挫折 跑回去打鱼了 第五次是耶稣与门徒们 在海滩上吃饭 这时候呢 主所爱的那门徒也在 再来就是耶稣要上十字架 之前的那一个晚上 与他们共同吃饭的时候 再一次提到耶稣所爱的门徒 我们看到这个名词出现的时候 都是非常关键的时刻 表示 约翰和耶稣的关系 真的是非常的亲近 那你会跟什么样的人的关系 非常亲近呢 我相信你一定会跟 了解你的人 关系比较亲近 越是了解你的人 你越能够觉得是亲近他 越是不了解你的人 你越是觉得不能够亲近 甚至于呢 你会想越少跟那样的人有接触越好 因为彼此是不能够沟通的 对不对 所以当约翰写耶稣是谁的时候 他的层次跟深度就跟其他的门徒 所认识的角度是非常不一样的 所以当约翰使用这个名字的时候 我们知道他首先所想要表现的就是 他所说的一切 他跟耶稣之间的关系是实在的 耶稣并不是一个幻影 耶稣是他亲眼所看 亲耳所听 亲身经历过的一个真实关系的见证 第二个 这是约翰最重要的身份认同 是他的标志 他就是耶稣所爱的 第三个就好像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 保罗所说 耶稣的爱激励着我们 经文的原文是说 神的爱控制了我们 或是神的爱淹没了我们 神的爱推动着我们 所以我们知道对于约翰来讲 对他的生命最大的认同以及推动力 就是上帝的爱 所以他在这个方面的感受跟领受是最为深刻的 不知道大家对于你自己是耶稣所爱的这件事呢 有没有常常想到或者是感受到 或者是他对你来讲只是一种知识 你可以试着像约翰一样 在这个耶稣所爱的后面加上你的名字 当你祷告的时候你就到神的面前说 主啊 我就是你所爱的某某人 使徒约翰他对自己的定义 不是以他做什么样的工作 他没有说我是使徒约翰 或者是社会地位 所赋予的身份 作为他的身份认同 他是以天上的眼光来定义他自己 所以当我们面对生命的一切事的时候 保罗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难道是患难困苦逼迫饥饿 赤身露体危险刀剑吗 可是很多时候其实我们不用经历像保罗那么恐怖的事情啊 在生命当中很多的这种挫折啊 或者是恐惧 也会引起人们很容易的自我怀疑 或者是懊悔啊 自怜 或是觉得自己被亏待啊 自怨自意 抱怨放弃等等 你知道当一个人有这些反应的时候 他们就失去了检讨或者是悔改的能力 失去了重新能够站立的能力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在他的里面 他的生命没有安全感 没有一个自我的价值在他的生命当中 在生命的基础的里面 没有爱 他不觉得他也不认为自己是被接纳的 像这样的人呢 他就不太能够承受挫折 所以啊 我们要生命能够强壮 能够得胜的话 就是要有很厚重 很扎实 很实在 基督的爱 在我们的里面 知道我们完全是被神所接纳的 好 所以你可以想一想 你知道基督是爱你的 耶稣是爱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对你来说 他的真实性有多少 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神所爱的 那很多事情都难不到我们了 我们是谁 是一个上帝的反照 是神的爱 反照在我们的里面 而这个反照的意思呢 也就是说 神爱你 你能不能够接纳 并且因着上帝对你的爱能够回复给他 也就是接纳上帝的爱 然后把你的爱送出去给上帝 一个正面的循环 那如果一个人呢 他不爱神 他也不会感受到神对他的爱 希拉 你可以仔细想一想这一句话 爱与被爱是一个反照 当然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当中啊 是神先爱我们 神先吸引我们 神先前选我们 然后看我们的回应为何 当我们越多愿意接受上帝的爱 相信上帝的爱 你就有越多的能力去爱神 形成一个正面的循环 约翰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可是你不要认为约翰一开始就是一个这样温柔的个性 其实并不是的 约翰另外一个名字叫做雷子 意思就是 他是一个非常脾气暴躁的人 在路加福音第九章记载 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到了 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 他就打发使者在他的前头行 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 要为他预备 应该是说在那里要准备吃饭或是住宿 可是那里的人不接待他 因为他面向耶路撒冷去 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 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 像以利亚所做的吗 耶稣就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 你们的心如何 你们不知道 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 而是要救人的性命 所以在那时候 约翰还没有变成耶稣所爱的那门徒 他还是雷子 他不晓得他的心是如何 他不认识耶稣也不认识他自己 所以耶稣说你都不晓得你自己的心是如何 因为你不认识耶稣的心啊 我来不是要毁灭人 而是要拯救人的 动不动就把人给烧了呢 所以这个是约翰的转变 是上帝的爱让他转变 恢复到他原本神所创造的特质 我曾经看到这个漫画 大家可以看到荧幕 老师说 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下课来找我 因为你们的作业太像了 讲到这个四福音书啊 里面有很多相似的记载 所以老师觉得他们是不是互相抄袭 你觉得这个好像很好笑 实际上呢 这并不是一个笑话 因为在神学的研究当中 是有人提出来这样的一个论点 就是他们是不是彼此抄袭啊 所以有很多都是相似的 可是又没有完全抄袭 因为也不完全相同 这个是用人的角度啊 没有上帝的启示 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结论 我们来看一下这四福音当中 约翰福音跟他们的关系 在著作的顺序当中 我们看到约翰福音是最晚成书的 马太马可路加约翰 我们叫他们做福类福音 或是对观福音啊 这是中文的翻译是这样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意思啊 如果我们用对观福音来看的话 就是他们可以相互对照 他们的记载是比较多的重复 类似的事件 虽然从他们个人的角度来记载的出发点 根据他们个人的特质是不一样的 那么圣灵让这三个福音书同时存在呢 当然就是显出他们所观察 耶稣虽然在同一件事上 或者是他们所重视的 所记录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就显出来 耶稣生命当中不一样的面向 比如说在马太福音里面 他的作者是瑞利马太 他是一个犹太人 所以他是以一个耶稣是君王的角度来记载 为什么呢 我们会这样讲 因为他里面写了很多有关于天国的教导 耶稣作为一个犹太的君王 他要来复兴以色列国 那么他的国度是什么样子 在马太福音里面 一开始我们就会读到耶稣的家谱 那么这个耶稣的家谱呢 是从约瑟往上追溯 一直到亚伯拉罕 所以这个亚伯拉罕也是犹太人的民族的起源 马可福音是在这四部福音书当中比较短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很注重行动 在马可福音开宗明义就说到耶稣神的儿子 所以他也是说到耶稣是神的儿子 可是并没有更多加以记载 他的记载观点呢 更多是耶稣顺服了上帝的旨意 然后产生了很多利己的行动 有很多人说 马可福音写的是耶稣作为一个仆人的样式 听从天父的旨意来执行任务 这样也是可以的 这个观点也是很好的 路加福音 这是路加一生写的 路加一生所记载的很仔细 按着时间的顺序 对于许多的人物都有仔细的描述 他记载耶稣基督的家谱 是从玛利亚这一支一直追溯到亚当 所以不论是从路加福音或者是马太福音 都是从耶稣的父母亲 一个是追溯到亚伯拉罕 一个是追溯到亚当 就是神造人之后 或者是神拣选了亚伯拉罕 成为一个民族之使 来往上追溯 尤其是追溯到耶稣的祖先是亚伯拉罕的时候 对于犹太人来讲 这个意义非常的大 让他们知道 他们所期待的犹太君王是耶稣 从路加福音的观点 路加的记载 耶稣是一个完美的人 他行在地上所行的一切事情 是一个完美的人的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这四部福音书当中比较不同的 没有被列在所谓的对观福音当中的 就是约翰福音 他所书写的角度呢 直接就追溯耶稣基督的起源是在创世之前 是从神而生的 他是神的儿子 完全没有讲到他是出于地上的任何的血统 他的观点跟其他三位的观点是非常不同的 所以在他的记录里面 也记载了很多 是另外三位作者没有记载的 整个约翰福音一共有21章 第一章是一个介绍 第二章到第12章 讲述耶稣在地上的神迹 尤其是第11、12章 是耶稣在行过各样不同神迹当中 最大最令人震撼的 是死人复活的神迹之后呢 宗教领袖就开始想要杀他 所以在约翰福音的后半 所记载的就是 是耶稣上十字架的最后一天 以及最大的任务 钉死十字架 并且死里复活 然后第21章作为一个结束 更多了解刘戴华博士的服饰 及支持荣耀时刻频道 请参阅以下资讯 请参阅以下资讯